身穿黑衣的男子 沿途嘻嘻哈哈 還有說有笑 趁機混入女學生中 侵入女生宿舍搭電梯上樓 嚇得住宿同學趕緊報警 警方火速趕往校園 將兩人依現刑犯逮捕 18在18號晚上8點多 新北林口行物科大 遭三名怪男入侵 他們還突破射間防線 從一樓搭電梯上到五樓宿舍 消息早在女大生之間傳開 大家人心惶惶 他就說有人搶進來 他在電梯那邊說哈囉 他在那邊笑 就很可怕 會有點怕 樓上都已經是女宿了 還要讓男生上去 警方調查年僅20歲 精心男子和一名少年 從B1健身房走到一樓 剛好樓上有女學生感應磁卡 他們順勢搭電梯到五樓 沿途騷擾住宿舍 詢問你好漂亮 要不要交個朋友 被射箭帶一個正著 不料立名黃姓男子 19號凌晨12點多 再度闖進宿舍 說要送宵夜給朋友 和射箭爆發爭職 雙方互告 對不公堂 那今天可能判斷 他可能是要下到重訓室 所以稍微看了之後 就沒有再多做留意 依據宿舍管理規定 每天下午四點到凌晨十二點 都配有社間管理學生出路 深夜十一點半 到隔天凌晨五點半 學生進出都要感應磁扣 這回陌生男子抓準空檔 騷擾女學生 校安明顯出包 住宿山上樓都要像這樣 感應磁扣通過層層管制 遇上嫌犯惡作劇騷擾 嚇得同學只能互相提醒 小心安全 希望校方重視住宿安全 提高警覺 記者周神良 陸雨昕 撐步道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